馬力歐派對 自 1998 年開始發售以來 全球累積銷售量突破 四千萬大關的經典同樂遊戲 《馬力歐派對》系列 一直都是派對遊戲中的佼佼者 如今在 Wii U 上登場的全新馬力歐派對時 又將如何挑戰我們的友情呢 首先在基本的馬力歐派對中 可以讓最多 4 名玩家共成一輛交通工具 輪流直骰在地圖上前進 當踩到事件格 或者是進行各種體驗對戰小遊戲之後 就會依照結果分配給所有玩家不同數量的小星星 直到終點結算時 擁有最多小星星的人就是贏家 這個模式節奏快速 遊玩一場只需要大約 30 分鐘的時間 《庫巴派對》則是由藝人扮演庫巴 不斷的在地圖上追趕其他 4 人所組成的小隊 一旦追上小隊 就會進入對庫巴來說有著壓倒性優勢的專用小遊戲 當庫巴的人記得要趕快活用手上 Gamepad 觸控以及麥克風等等功能 奮力的將其他玩家的愛心扣光光來取得勝利 反之有任何一個人活著走到終點 庫巴就算輸囉 至於最後的重頭戲 Amiibo派對呢 顧名思義在 9 種對應的 Amiibo 玩偶之中 玩家至少得要擁有一個才能夠開啟專屬排面來遊玩 過程當中將會頻繁的運用到 Amiibo 來進行操縱 朋友在玩桌遊的感覺喔 而且每張排面還有自己的專屬事件 像是瑪莉歐排面就會出現使人巨大化的香菇 大家一起玩越多次 在過程當中解鎖的排面就會越多 不必勉強購買其他的 Amiibo 玩偶 也能夠享受到豐富又完整的樂趣喔